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号了 昨天那个礼拜 昨天是 昨天5月6 昨天礼拜4月5就是6月30号 6月的最后一天和7月第一天我没有 我没有录啊 我不知道这几天是因为 不知道前几天 因为我基本上运动都跳在两三点钟 去跑跑步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最近的三四天都可能是每天都在30度以上了 算是真正的就是感觉到夏天了 不像前段时间 一会下雨一会降温一会怎么样的 今天时间反而更像春天 然后呢 然后这段时间是连续大概四五天了都是在30度了 我又跳在中午运动 所以说我导致我 我不知道是运动疲劳了 还是我中暑麻烦的 反正这几天感觉就特别累特别困难了 开着开着车我就想 哎呀特别是昨天还是前天 开到七八点还是八点钟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就想睡觉就想睡觉 睡了半夜吧又睡不着了 好奇怪的 然后呢我那房间吧 之前说房间温度一直维持在22 23度左右啊 比较凉稳 但是呢 大概是前天开始 房间呢 到了25度了256度了 然后湿度都到了80%了 这是85%了 就是非常闷的非常闷 就像闷罐子一样 哎呀这个感觉也不是很爽啊 下回可能就 就 就不挑这种 这种这个 Basement度了 Basement度的也不是特别暑 哎呀看看吧 今年肯定没戏了 明年再说 前面有音乐家是吧 然后今天呢太阳没下山现在7点08分 还有看一下 有一半小时吧 现在是8点29了 太阳下山时间8点29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不到 哎呀然后呢我就今天 呃 就 我把这个玻璃洗一下 玻璃 很久没长了 本来这两天呢 这个就是有点这个这个运糊糊的 哎呀然后也没什么好 话题聊的 一打开这种新闻吧 华人资讯吧 不是这死人 那死人 反正就是没有一天 没有天就 就是 就是 没有天不不 不和平 是吧 有的是一车人 是吧一车一卡车人 几十号人 有的呢地铁被推下去 有的呢 走公园里面被人家一枪爆头了 哎呀你说这这这这 这事呢你叫 对不对这种事真是 越来越多了就很很烦 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 就是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是21世纪都快 都已经20多年了 都说白了快走 走完了五分之一 快走完 四分之一了 咱们还有人采取偷渡的方法 记得我之前前段时间有看到网上有很多 很多人采访这些偷渡过来人 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示范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就比如说咱们按照正常途径来的 反正就是正八经签证来的 不管你是怎么留下来的 或者怎么样的来呀 你只是选择一个 你只是选择一个 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换了一种地方生活而已 仅此而已 但是偷渡不一样 偷渡这什么 这是毒啊 拿命毒 然后吧 这是生与死的问题 你说那个 来移民或者干嘛的 不管你是持旅游的 还是 还是这个 婚姻 还是这个 工签 还是这个留学 反正正八经是 他们允许你进来 你再想办法去操作 这个呢 是被允许的 被法律允许的 而且呢你的操作空间是很大的 是吧 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想 就是你可以找到任何的途径去操作 这是 说话听起来 钻法律控制 但是法律允许的 是吧 这是正八经的途径 对啊 你看很多人 你看 某个省份的人 他移民非常暴力了但是他通过几下的 图形 比如工钱啊 比如留学啊 他当然能进来 是吧 这个是一种换一种生活方式 只不过 有的时间长 有的时间短一点 这不是在赌命 知道吧 但是你偷渡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就觉得从南美呀 从从墨西哥 哪到哪 进来呀 是一个很好的图形 不是很好的图形啊 这是赌命啊 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去 去赌 赌 你进来了 当然你是赌赢了 没进来呢 你就是死了 就输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像这些 按签证来的 不管怎么样 如果是去大使馆签证 人家拒绝了你 你大不了你 不来这边生活 就完事了 对吧 如果他同意了你 你进来了 你才有更多的超过空间 你也不会因此送命 你懂得吗 但是呢 你去偷渡这种事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时代了 然后呢 00后 10后 20后都出来了 没必要 有些人带了几岁的孩子 刚出生的孩子 都去偷渡 我真的觉得你真是 不仅是拿自己的生命看完 像你拿孩子的生命看完 对吧 你打孩子的生命去赌博呀 反正是我觉得 你自己来没事 怎么都好 但是你如果是带着未成年的孩子来 你就拿孩子的未来来这边赌博 你没有 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脸去 去上进宿说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不值得 对孩子来说是不值得的 只是 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未来 这只是你希望的 孩子人家想要嘛 对不对 孩子人家想要这样的未来嘛 对不对 你的良好意愿不能强加于孩子的 孩子的感受上面的东西 哎呀 反正这个 说多了吧 也没劲了 哎呀 反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命啊 这个一下子 一下子死掉了 几十号人 跟烤箱一样了 还不知道 到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中国人 真是夸张 哎呀 好了快到了 我先到这 然后可能待会会去加个油 然后我们再聊一会儿啊 就先到这吧 好嘞 拜拜 刚送完那单了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加油 然后我们现在 这是偷渡的 偷渡确实不是一个好事 不是一个好事 你看上回我看到那个谁 采访一个偷渡的 那个什么 他说在 在什么路上被人敲打呀 被人勒索呀 是吧 受到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 这还是他香港的地方吗 如果你是按照正常程序来的 你也不会遭受这么多罪 是吧 我觉得他 我觉得这帮人吧 不管怎么样都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做事呢 比较极端 不留有余地 是吧 如果是天家戴口的 我如果是 我手机想我得受多大罪我才能过来呀 对吧 如果是受这样的罪的话 那我还不如在家守着得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好 这个途径很不好 还有一个地铁 地铁这个今年都死了多少人了 哎呀 我只想问一下 还要死多少人 这种事才能避免呢 对不对 动不动就被人推 推到地铁里面去了 我弄到我现在 我都不敢坐地铁 你知道多少你能碰到谁呀 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 一定要注意 年轻的女性 看似弱势群体 最容易被欺负的群体 哎呀 这个东西是年轻的 包括年老的 年老的也是很危险 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就是 还有一个被枪 打抱脑袋的 哎呀 说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哎呀这个事咱就不好评价了 也不知道 背景是什么样子 总是闹得出人命了 这肯定也都是什么好事 14块8毛9 12.600 今天啊 今天这几天的生意 都不打定 都不打定 可能是天太热了 或者说是 过几天呢 国庆节要放假了 这几天呢 就不消费了 都攒得到国庆节 去消费 国庆节吧 国庆节的安保措施要加强了 不能老出事过 是吧 今年有烟火 哎呀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去看烟火 但是 但是 我觉得吧 哎呀 人山人海的这个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哎呀 这条路我天天走一天走什么五六七八烫 走走走走走的有点疲倦 然后 4块5 2.4 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可能是有点中暑的感觉 但是你坐在车里面开空调感觉 还没有那么难受 反正在房间坐的吧 又很难受 哎呀 老为什么 可能真的房间比较闷 也有点中暑的感觉 22块9毛6 13.9块 一个披萨送到C 躺着送着 哪个地方去了 去不去啊 太远了啊 感觉好远了 去了 这个地方我比较想去 但是呢这个价钱 不打底 如果给到2627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23的话我就算 6块6毛5 6.7嘛 因为我现在去加油啊 我不想待会又跑得跑得没游了 23来回就26 26的话我游 可能就到时候回来就剩30多 30多了 基本上我的一箱油 如果是跑曼哈顿的话呢 来回三趟 油箱就基本上 来回三趟啊 三趟到四趟吧 四趟的话基本上就 4趟的话3.5趟 3.5趟 这个油箱基本上就一箱油 就就就就我没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这个油箱啊 基本上你跑来回来回来回3.5趟 跑过去就是25万 回来又50万 再回来再回去 就100万 100万的话 那就不止 不止 不止3.5趟 4趟2 3.6 今天是不是感觉人特别少 去哪里了 是吧 今天礼拜六 4趟2 3.6 我感觉很多人都去长滩了 或者去旅游景点了 或者去马上 去哪 去度假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礼拜五 礼拜五 5块1毛91.1 卖五草 什么 170 去小景的 我说 哎呀 因为很多人可能礼拜五就开始醒假了 所以醒了假的人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一 礼拜一是什么 礼拜一是国庆节 就说有4天的假期 就说早早的就 可能就出去玩去了 就说反正在这种节假日呢 反正 反正不忙了 你知道吧 8块5毛9 又卖了 反正到这种节假日 反正就不忙了 哎呀 我热过这个区 别说哎呀是不是过节呀 你就特别忙一点 不是 像这种 像这样的地方呢 越过节吧 特别是过假期长的节吧 反正呢 就没有人了 没有人点餐了 又为什么呢 不玩去了吗 就可能去佛多瓦 去哪玩去了 夏天吧 迪斯尼啊 哎呀 好了 太到了啊 我快点加油了 11块087 哎 油价降了啊 又4块6.5了 可以可以 赶紧把油 油加满了 还有个车往后倒着 哎呀 先到这吧 待会儿有空就聊 没空把倒 我又来了 现在是8点45分 我在家呢 吃了个饭 然后呢 刚刚就是 加碗油呢 加了55块钱 虽然便宜了几 便宜了几 这个一毛两毛钱 但是呢 加碗油也就是便宜几块钱而已 哎呀 然后今天炒了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豆芽 我觉得我现在这种 慢火炒菜的水平现在越来越高了 现在豆芽炒了一点汤水都没有 而且没焯水 没焯水 我那天我 我那个这个做的那种芹菜叶煎饼啊 芹菜叶鸡蛋煎饼没有发面粉 那个芹菜叶还超了水 因为芹菜菠菜这个草酸比较多 就像这种 身体里面有石头的 也少吃 少吃 芹菜净可以吃 芹菜叶子本身草酸多的 少吃 豆腐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身体里面有什么结石的啊 什么膀胱结石 剩结石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石那个石的 这些人少吃这东西 我看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我刚接了一单是两个冰淇淋啊 两个冰淇淋很近 就在这附近了 啊接石 然后忍不住又出来想 倒一倒啊 倒一倒 感觉今天晚上呢 这个有点小风还吹的比较舒服 比白天比昨天前天舒服多了 昨天前天感觉很闷 外面也闷 房间也闷 坐车也闷 开空调也闷 闷闷闷闷哪儿都不得劲 哎呀 今天夕阳 下得很快啊 前边就是一点点红色 哎呀聊什么的 最近看抖音上很多的华人的媒体啊 鸡啦鸡歪歪歪的说 什么黑下来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我说你们呢 你们来这本来是享受自由的 被你们自己弄 好像你来这当黑户 当黑户好像就是 感觉你又从一个角落 又到了另外一个角落来了 搞得人呢 委委屈屈的 你要知道 不管你是 那个正常途径的 还是非正常途径的 不管你是 在签证范围内的 签证时间范围内的 逾期的 你都是一个人 你都有权利 为你 这个 为你的权利 就是比如说 争取你自己的权利 没有人能去这边能够驱赶你 即使是 这些移民局 他没有掌握证据 或者是没有 拿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没办法驱赶你 他要 他要走一个驱赶程序的 驱赶程序要走很长时间 是吧 他不是说今天把你逮 就算把你逮住了 这个价钱就把你给送 不是两个 不要自己吓自己 很多人呢 你是正常途径来 有签证呢 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在 走程序啊 或者干嘛的 你是有合法身份的 有能合法打工 可以合法在这生活的 你没必要自己吓自己 把自己弄得委委屈屈的 感觉他的 你来这当耗子似的 你该怎么玩 怎么玩 你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一点都不影响的 是不是啊 怎么叫黑下来不能打工 怎么叫黑下来不能那个 是吧 人要生活的 这个是 那个即使法官也有 也可以理解 也能体谅的 你是要生活的 你不能在这没有生 就是没有生气 是吧 这个怕什么呀 比如留学生 是吧 你这样正常途径 你待下来的话 是不是啊 或者说跟他们说的 你是 所说所谓的 旅游商务 是吧 所谓的 这这通经 你 你没回去 你说黑下来 黑下来是什么东西 黑下来是什么意思 黑下来是你没有身份的情况 你什么身份没有 叫黑下来 但是你还是持有的 都弄 旅游限车的 起码在半年之内 你 你身份是合法的 不是那个黑的问题 是吧 不管黑下来什么意思呢 黑下来说 你就是你 你不包税 是吧 你不包税 你打现金工 你干什么都不需要身份 你也不准备在这买房子 你也不准备卖车子 你也不准备在这有什么信用的消费 那你不需要那些身份了 你来这赚钱的 赚钱我拍屁股我就走人了 这也不完事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指示 这不是那黑不黑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黑下来什么 黑下来比如说你没身份 你还想拿政府的福利 是吧 你还想买房子买车子 还想在这等这个等那个 但是你又没有合法的文件 提供你的身份 这要黑下来 就是不吞在哪个东西的 懂得什么 然后你不犯罪 是吧 你也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犯罪是什么犯罪的 开罚单 什么犯罪 开罚单严格意义上说算犯罪 但是它也有一个程度的 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没有被逮到其他局拍照片 那你拍照片了 那你这个算是有犯罪记录了 你没拍照片 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什么影响 是吧 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存在什么黑不黑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人呢 就是天天在这个抖音平台 或者这些暖身平台 虾气把刀刀刀刀刀 什么鬼东西 好像这些人就在美国 是在美国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对不对 这不知道 天天就是 这好吃那好玩 这好吃那好玩 天天 你天天去吃 天天去玩 你觉得好玩吗 不好玩 这东西都没意思 我平常也不爱说这些 有个人做的 这是有些挺恶心的 就是胡胡傻 傻子 国内还真有批傻子 信这个东西 这太好了 真的 难以形容 行了快到了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現在是晚上的9點半 現在這邊要放煙花了 後面還有兩車 剛才我後面踢在路 路口的當中間這個地方 誇張了 過完了嗎 沒有了嗎 不得了 哎呀就這麼一瞬間 走吧 哎呀車又多了 這首歌不會被搞掉吧 我靠 我把這輛大車的 這要逼我哪 走 走 因為這邊這兩邊的路都沒有趴車位 所以在這邊我沒辦法停下來看煙花 只能跑到人家家門口車道那個地方看 然後這條路又是比較繁忙的路 哎呀 今天這邊的區域 今天這個區域放完了煙花之後呢 嗯 好像明天後天還會放了 應該這附近 我也不知道 哎應該是都有會放煙花的地方 啊 愛神豪威爾公園那邊應該也有放 那個馬上隊就不用講了 馬上隊今天肯定要放 好的今天到這了 拜拜